嗨 Yes Jan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先给大家拜个晚年咯 现在最老的90后 45日的30岁了呢 我要吐槽件事情 前两天被男票的朋友关闻叫阿姨 个小夫子早上拉扯起 不过这还不够惨 更惨的是我朋友的前男友的新的小女朋友 才刚刚进大学管他叫阿姨 呵呵 难怪说艺术原因生活 这期视频就送给想让变弄的中年少女们 啊不 小前女们 还与化妆就18点20的首弹倒门咯 阿婆主本人呢 深受欧美妆的影响 其实在审美上是很偏爱那种 骨骼分明 无关严厉的风格的 但近几年发现 颜值快要撑不住了 25岁前化大弄妆 可能又性感又可爱 但是现在一旦没有化好就 嗯 一言难尽 我们现在看着经典的一分钟变老视频 先来搞懂人是如何看起来慢慢变老的 看幼儿和成人的面部对比 我们可以发现 幼儿的面部上庭占比更大 面中部和下庭的占比小 五官也会相对更加集中 说人话呢 就是人年纪变大的时候 鼻子和人中和下巴会变长 眼睛的占比会变小 同时颧骨能会变高 颧弓会变宽 面中部脂肪会流失 所以化妆的时候一定要从这几个面部的结构轮廓重点下手 有很多妹子可能会觉得她一化妆就会嫌老要怎么办 今天我就详细的分析化妆里面每一步要怎么化才能看起来更加年少 这可为保姆肌的教程哦 请珍惜 首先我本人呢 左右脸并不对称 视频左侧的眉毛和眼睛相对右边更低 也意味着面中庭更短 看起来应该更年轻 但是我选择了本身看起来年纪更大的视频右侧的脸 来画那个更年轻的妆 因为我觉得如果这样子都化好了才能显得我厉害啊 对不对 好 首先是粉底液的选择 一般来说水润款的粉底液会比亚光款的粉底液看上去让皮肤更加的年轻 而且我个人是觉得明亮的黄色调会比粉色调看起来更加健康活力 所以说呢 我在显年轻的那一侧上呢 是明亮的黄色调的粉底液 在另外一侧上呢 是偏粉的色调的一个粉底液 平时日常化妆过程中 其实你选择一款越接近自己肤色本身的粉底液是越好的 在真正化妆之前呢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自己的面部结构 首先是上中下亭的比例 一般来说上亭越长 看起来就越接近年轻的长相 比如上亭偏长的女性有杨幂啊和刘一飞 刘一飞是法际线到头顶的高度非常的高 然后反之成熟脸的长相呢 有范爷和李嘉欣 我本人也是成熟脸的长相 所以说为了使上亭变长呢 有两种思路 一个是修低眉毛 还有一种呢 就是增加法际线到头顶的高度 先对于额头不高的妹子来说 NG的眉毛画法是偏长的高条眉 眉头也高 眉尾更高的那种 类似的眉型还包括中式弯眉 如果你画的高度没有控制好 就会缩短上亭的比例 并且拉长中亭 如果喜欢高调眉的妹子 可以降低眉头的高度 保持眉尾本身的高度 想象一下欧美的芭比妆 虽然也是调眉 但是很可爱 性感并不鲜老 相对年轻的眉毛画法 肯定是平直眉 会看上去更加年轻 而且眉毛的长度要偏短 首先我们在眉毛下缘画一条线 然后眉头可以稍微抬高一点 但整体的眉毛的结构 肯定是还保持原来的高度 并且是偏低的 像这样适当的缩短 眉眼间距的话 可以使人显得更加有精神 当然如果眉眼间距过窄了 就会让人显得比较凶 比较干脸 比较利落的那种印象 反而也是对显年轻的妆容 是不利的 所以说呢 反正是最重要的呢 就是把握好一个度 我发现自从被人叫了阿姨之后 就开启了我说教的大门 好了 我们依然从面部结构轮廓着手 所以先来修容 欧美人呢 喜欢强调cheekbone 他们以高传骨为美 但是本身传骨比较容易突出 并且外国的亚洲人 可能不太适合 我以下示范最最常见的显老画法 曾经我也非常热爱这种 就是打在传骨下方的修容法 很多的欧美模特都是那么画的 一些欧美大牌的官方视频 比如Chanel啊 里面的模特的面部妆容 经常都是走这种 面颊特别凹陷的 高冷 轻瘦的颓废风格 而且欧美妆还喜欢 在太阳睡的地方打阴影 不过除非你的顺骨 长得和范延那么好啊 不然这种修容位置过低 还要修太阳睡的方法 真的在亚洲人脸上 特别特别的显老 最正确的方法呢 就是直接打在顺骨的最高处 让你的顺宫跟顺骨收缩一点 这样是比较显脸上 而且年轻的一个修容方式 一般来说选择一款 哑光的玫瑰色系腮红 斜打在顺骨上方 是比较经典的 成熟型的一个腮红画法 然后年轻的腮红画法呢 是选一款比较珠光的 橘色系或者粉色系的腮红 用来打在眼睛下方 成一个倒三角的形状 或者是圆形的形状 鼻梁的中央也可以打一点 这一步在后面打鼻影的时候 还会再详细的说明 我们一定要面对一个现实 人在长大的过程中 鼻子和人中都是会越变越长的 换而言之 面部中庭会越来越长 所以面部中庭 本身就偏长的妹子 在打鼻影的时候 一定要尽量避免这种 从眉头到鼻尖一笔到底的修容法 所以首先呢 我们还是在眉头下方 做一个短距离的打阴影 然后把鼻头的下方也打上阴影 使鼻子看上去更短一些 接着我们要从视觉上来 模糊面部中庭的长度 这里推荐两种画法 第一种 在鼻头上方画阴影 这很推荐 本身鼻子就不高的女生字毛画 可以起到让鼻尖变翘的一个作用 第二种呢 就是用腮红打在鼻梁上中段的位置 这很类似于王菲一个著名的 晒伤妆的一个画法 这两种画法呢 都可以起到视觉上来 截断面中庭总长度的作用 终于来画眼睛了 来跟我念一个口诀 大眼珠比小眼珠显年轻 圆眼睛比长眼睛显年轻 有卧蚕比没卧蚕显年轻 下垂眼一般来说 比少条眼显年轻 好我们来进入实战阶段 长眼睛呢选择了黑色的内眼线 短眼睛呢选择了棕色的内眼线 长眼睛做一个眼尾的上条 然后还要画上眼头 短眼睛呢就画了一个下垂的眼型 然后眼影这边随便画 圆眼睛一定要记得加上卧蚕哦 然后为了使圆的眼睛更圆呢 就在眼珠的正上方和眼珠的正下方 又加了一点点黑色的眼线比 圆眼睛的卧蚕打量是打在眼珠的正下方 当中一段就可以了 长眼睛是打量放在眼头和眼上的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圆眼睛的下方打了卧蚕呢 整个眼睛的轮廓是往下移的 这样可以显得中庭的重心 其实是偏下了一点 所以人会看上去年纪更加的小 OK 之前提到过人年纪变大会什么呢 人中变长对不对 所以年纪越大的女生呢 越忌讳用深色的唇膏 画边界非常锋利的细长的薄唇 一来是会显得人中比较长 二来是锋利细长的深色唇 会给人一种成熟感 当然如果你要开会和人私那什么的话 请尽管那么化 一个比较讨巧的做法 是用体气色的唇膏颜色 在上唇边上 cheat a little bit 往外描一点点 唇峰也可以模糊一些 然后嘴角要画得圆润 这样就可以打造一个比较年轻的嘴唇的印象了 好了 万里长征终于走完了 我画得好累哦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是他姨 这边呢是他妹 嗯 这个差别还是挺大的吧 之前有妹子呢 问我微博号是什么 其实我一般都会放在视频的简介下方 嗯 但是这次呢 我就会打在屏幕上方 欢迎来微博找我玩咯 然后你的投币收藏弹幕等等等等 都会是支持我做下一支视频的动力 嗯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